今天要介紹的也是David期待滿久的主力士的新系列 貝吉達的超級賽亞人士型態 當然這個型態就是只有在青龍珠GT裡面出現過 那一起來看看吧 組裝好後的完成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帥 那當然一樣這系列有些部分也是你要自己用貼紙貼上去的 他這個超級賽亞人士的貝吉達臉部表現真的做得相當相當的到位 David就是最喜歡達爾這一種非常驕傲的表情 那整個身體的塗裝有把紅毛猩猩的樣子完整的刻畫出來 還有最重要的超級賽亞人士的尾巴 那整體真的是做得相當的好 那當然一樣也是會有付給你像以前的氣功地台 或是替換手 那臉部表情一定都會有兩種 順帶一提的是 因為超級賽亞人士頭髮比較複雜 所以他後面有一整塊的部分 其實就是像這樣子 層層堆疊起來 那你換頭雕的 換臉部表情的時候 就可能比較需要注意到 後面這一塊會被掉下來 所以這是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這是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像這個孔 就是他們專屬地台的專用插膠孔 那台灣目前還是沒有在販滿 這就是另外一種的臉部表情 可以用在一些髮氣功或是其他動作上面 哇這一次 David覺得非常有大的改進的是 貝吉達的這個氣功球 做得超大一顆 比悟空的或是悟飯的那 龜派氣功的氣功球還要大很多 再加上達爾這一個 他的大絕招 真的是做得很大 又很威 而且他裡面 是還有一層的 所以你要自己看進去 這真的相當的威 具體版的超級賽亞人士 貝吉達真的是相當相當的帥 那買貝吉達當然也要連他的好火 把悟空一起買 這才可以做出他們 終極一起合體的姿勢 那這一隻David的評價是七顆星 真的非常值得入手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Love&Peace 掰掰 掰掰